请带我去河远地方 去踏乡 广深方向 麻木目的的流浪 去疯狂 去飞翔 看看这群的牛羊 高远星空的模样 像年轻时一样 躺在地上 仰望 现在是凌晨 不是凌晨 后半夜1点08 我红豆了 2月17号 我在机场转机 后半夜了 这边一个值班都没有 机票没办法人工打 我就用这种自助的机器打出来了 机票打出来 但是行李没办法托运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行李就不出信息了 人工一个找不到 现在机场 前台那地方都没有工作人员 前台那地方做的都是旅客 后半夜旅客也多 没地方住 都是在转机的应该 弄得像火车站似的 跳着头发 我也不知道 我在飞机上是怎么睡的 上了飞机开始睡觉 睡了三个小时 就下来了头发这样了 我想找个胶囊的旅馆 找不到 因为没有工作人员 不知道问谁去 四处一看 静悄悄的 一个都昏昏入睡的感觉 我今天出行 两个航空公司 第一个订了春秋 因为价格便宜 好多年没订春秋了 我忘记一件事情 就是春秋的行李 是物宝托运的 不管托运多少 都要领付钱了 我就不记得这事了 上去托运行李 春秋要托运的话 你看我这17公斤 计算机一算230块钱 我哪能托运呢 我就说 那我就要求我不托运了 因为20斤以内的行李 是可以带上飞机的 我就拎上去了 拎上去我带的东西 都是户外一些用品 就比如说打火石 就是在野外的那种打火石 炉子 还有很多东西了 户外用的 都是飞机上不能直接随身携带的 还有香水超过100毫升的了 当时我就想拖运的 所以我就放大的破包里了 没想到没成功 安全的检察员 他给我全翻出来了 问我怎么处理 我说那就没办法带不走了 就留在上海吧 当时他看了我炉子 又看了我美棒 因为美棒这不是燃火的 野外的什么用的 安检员几个人在那里很羡慕 一看就是我要国外了 问我这是要出行吗 我说怎么会行法 我说 骑行 他们羡慕得不得了 一直跟我说话 正好我那个行李 安检的时间长 过了4遍 因为里边东西真的有点多 包括GoPro的一些配件 里面有金属的 我自己弄了点乱了 因为当时没想到 要深深携带 所以我就没好好整理 翻也翻不到 所以来回过了4遍 这样的话 我在这边多留时间也长 就跟安检员一帮人聊天 他们好羡慕我的生活 觉得我很自由 很自在 悠哉 是他们向往的日子 然后我就笑一笑 其实我想你没出去呢 出去的都是苦 坐着坐着就是后半夜两点了 又坐着精神 好像有那么几年 没有后半夜在外面出行 在哪里等车什么的 难得一次体验 其实我现在可以做一个 义务工作人员 就是帮助一些叔叔阿姨 不会取票的 帮他们把票取了 我看好多人在自助取票的地方 在这站着半个多小时 也没弄明白 就是不知道怎么弄 他也不看提示 一个工作人员都没有 我看看去能不能帮人忙 闲的 看周远了不是大爷 不是大爷我不帮 小伙子 重点人一定不帮 就帮了 我才会弄的大爷们 是刚刚我们在那边说话 那个吗 我还没打出来 对 来我帮你弄 在这里边就可以 你是 9日特别打了仗 你是几号的机票 今天是7号的 对 可以 就在这里 我来教你 把那个身份证放这里 放这个口的位置 对 等一会他速度慢 行李你有吗 我那行李也没拖运 那就可以 你就出来了 就直击了 选一个位子 我看有没有靠窗边 有靠窗边最好 没有的话你就随便选一个 随便选一个靠前靠边的 这绿色可选 你喜欢哪个位子 你就点一下 我都不知道哪一个靠前面的 靠前面的 就是你看 这个9都靠前的 这10也是靠前的 11靠边上 边上 那边没有的 靠这边上的 这个位子 喜欢的话 我给你点 点一下 就可以了 打印登记牌 那有几个人的 那有几个人的 还有一个 先给你退出了 先退出 中文 好 对 那边的机子好像不太好使 这边的好使 我那行李也没拖运 他正常情况下是把行李放进去 但是我得输入身份证号码 你怎么要输入身份证号码 你怎么要输入身份证号码 那我等一会儿 我看 可以了 直击 这小伙子住我位子 11 11号 那我给你俩挨一起了 挨一起了 挨一起吧 可以了 正常情况下 我看拖运行李 我那时候 我不拖运 我就说的话 他这边没有 我刚拖运行李就没拖运了 不是就放身份证 我也放什么证 也拖运不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也没拖运 你那就可以了 把身份证拿好 收好就可以了 不用谢 现在是后半夜两点十六 乐艺术人 那个肩膀也没了 困了 困了 现在我是早晨 六点来钟就得去后继室 现在两点多 几个小时时间 即便有一个简单的 什么胶囊房 或者在休息的住宿地方 我也不能去了 就熬过去 坚持过去 时间也就到了 困 有点糊涂了 什么经济室都没了 我觉得我坐在这 特别像工作人员 这好多东西应该给我了 点奖励 不说加个薪水 最起码 如果弄点便利的服务也行 用小点心 弄点水喝也行 我现在缺点击 缺宵夜 缺水 想喝涩酸甜甜的东西 还困 可能 摘过一份我就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 现在算是工作的位置 都坐满了旅客 那边服务台也是 服务台没有工作人员 反而是旅客霸在了那里 穿棉袄的穿羽绒服的坐在那 红的绿的黄的 就机场的后半夜跟火车站是一样的 朋友们我就不说了 睡一会儿 寝一会儿 管他睡着睡不着呢 扛不住了 早晨 他得乘飞机到另一个地方 到时候我到了 你们知道我到哪了 现在先不告诉你